下一組是Cole Fife 我想問大家是不是知道為什麼 今年就是這一次是現在是九週年 為什麼不是五月或六月或是七月 為什麼在二 因為五月六月七月沒飯 為什麼不是三月 或是接下來十二月 有人知道嗎 就是今天十月二十三號 為什麼我們說今天是九週年 還有一支號 另外那個Domain主冊是1024 對 因為呢 就是說這個Domain 就是我喜歡講一個故事 就是我覺得 女人喜歡買鞋子 工程師喜歡買Domain 所以呢 G&B的工程師 永遠都少一個Domain 那個高家長先生 在2012年十月二十四號的時候 他逛了一 他就開始可能太無聊了 他只逛有沒有什麼Domain 所以他就去註冊了這個 G0V.tw這個Domain 所以我們後來就覺得 就說那就是這一天 是G0V開始的那一天 雖然他什麼都沒有 什麼事情都還沒發生 我相信那個高家長還有 在座很多人的手上 都還有很多沒有用到的Domain 可以想一想要怎麼用那些Domain 那 所以在12月的時候 就有一次新的黑客送 有一次第0次的動員開案黑客送 在中研院的科資創中心 我想問一下那次黑客送 有去人可以舉個手嗎 欸 只有我用你嗎 還有我 還有 黑黑的Dom 好 那等於這個照片 其實在Fiddick上 應該可以看到 大家可以協訊一下 所以我想要從 第0次到現在 我們第46次 實際上是第47次 在這中間有非常多人來過 做了很多事情 但是呢 這是第一次做到 但是呢 我每次在整理的時候 我就覺得很痛苦 因為我只能抓一些 就是我其實不知道 到底發生什麼事 所以我們後來就想說 既然明年是第10年了 是不是我們從 第10年的起頭開始 我們大家一起來 請沒有人一起來寫一下 歷史 那怎麼寫呢 我們現在想到的是 用那個 ETBLUE他做的一個工具 那叫Story Liner 那其實就是一個表單 大家可以進去把 你做了什麼 然後 他就會直接呈現出來 比如說我昨天寫了 2012-1024高家長的註冊 那今天我們就可以把今天的 加進去 那所以 其實很簡單 就是時間名字 地點失誤 也許他有點感想 安心的 那誰可以做這件事 那誰可以做這件事 就是 大家沒有人 所有人都可以來做件事 所以請到提案上面 點進去 我們的共筆上面 會有連進 Story Liner 那個協作表單的頁面 那大家寫寫自己做了什麼 最後匯集起來 我們會對 居領利用更完成的認識 謝謝大家